富里乡稻农李春女每逢其作稻米收割 都会保留部分的白米捐往花莲市食物银行 而在日前也再度捐出了70包每包重达3公斤的白米 借此感谢老天爷保佑稻作顺利收成 同时也盼为社会公益尽绵薄之力 富里乡稻农李春女每逢其作稻米收割 都会保留部分白米捐往花莲市食物银行 而在日前也再度捐出70包每包重达3公斤的白米 希望透过施工所的工艺平台将物资妥善分配 帮助到生活陷困的罗斯族群 经过一年世纪的更换 第二期稻作收割完工了 这期是辛苦的一起稻作 历经杜树类海葵小犬台风 狂风暴雨清洗 当时又阵风倒置初睡起 真的是影响了这次的道座 但阿梅亚还是要改参 老天爷让阿梅亚有道座可以收割 同时也希望尽一点 帮助社会的绵薄之力 真的还是要非常谢谢春明姐 那连续好几年的善心议题 那今年是第二次 我们知道今年也遇到非常多天灾 尤其是在南西 那但是他还是一样不忘初衷 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那也特别的联络我 那我联络花莲市公所 来把这些物资送到植物银行里面 那都是非常新的一个名字 那我相信可以帮助许多 需要营养的孩子们 又或是老人家们 可以补充相关的营养 热善好施的李春女 在太平洋种古马拉松 与花莲市开启链结 也因公益和县议员魏家贤 搭建友谊 多年来独自一人从副里出发 开车北上来到花莲市 只为将爱心传递给更多弱势家庭 这份心意实在令人感动 记者许立琴 华莲市报导